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我们各行各有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真的很难得为什么呢 难得集中这么多的智能 在一个房间里面 我想到智能你就想到说 这个智能不是人工的 不是人工是吧 人脑的 我们这个是自然的 不是生成的 不是generative 是in here 但是你怎么知道 我们现在是真的人在这里跟你讲呢 你怎么知道我的声音 是我的声音 不是AI变成的呢 你看在方方面面有多少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 也许你今天所认知 所看见所听见的是一回事 但是可能再过三年五年就不一定了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这每一位 都带来他们的智能 来与你分享 这个AI对他们的产业行业提供的服务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好我们先请建议史丹 很快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行业 并且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AI的看法 今天很高兴一下信息主持人来介绍 我觉得AI对他们来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么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然后从我们这个行业怎么看 第一个我们公司叫GNCC 万动代款 因为我们公司现在的整个美国 48%都有license 有几十个brand是这个Nation1 所以新闻会大家服务这个代款 好作为一个Direct Lending 从10万到4000万 不管是小代款啊大后代款啊 所谓用查收入的或者用revenue的 用rentor的 甚至是knowing card的平方嘛 那么这个重点要跟大家讲 其实我刚才跟主持人聊了一下 其实我觉得AI的impact是非常大 不仅仅是在方案 我觉得AI首先做Lending是讲说 这compancy消费者跟我们的 roanoffice代款公司的沟通里面 会更加intelligent 更加efficient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但是我更加强调的话 对backend这个产品的推出 然后呢这里面的优化 举个例子我们公司有那么多 几十上百个代款的计划 怎么很快迅速的在短时间 借助给消费者通过代款公司 或者甚至通过自动的 sell multi-business 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很大的机会 那么也可以说明一下 我是觉得对消费者 当然会看到很多变化 但对我们这个行业的贷款 会不会知道 以后非常简单的贷款 大家online打一打 它就出来 但实际上很多每个贷款 全部不一样的 比如说出租房子啊 你没收入看啊 或者你说我是外国人啊 没有行动工作 赚个贷款 一些还要贷款嘛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 AI这个引领 然后它可以Evaluate risk 这会帮到非常多 刚才我仔细讲的 这很多generate intelligence 就会帮助 从上来的贷款里面 找到一个最fit的 在你speed up 这个代行部的job 但是目的还是又比较好 比较快的时候 找到最好的match 最好还是为消费者提供 好的value 但是我就能个 interaction和存在 但是很多一部分 会optimate 我就说一下 你大家意思就是说 这个行业 不要放不到时间 会发生准备电话 这evolving slowly 会overnight 这个时候就说 要跟上场 我是觉得 if you not a part of chain 你就over了 right 所以说adapt adapt part of it if you can get a chain 第一个我就介绍一下 我们的行业 我是会计师事务所 叫做信力华 我是和我们之一 我们的会计师务所 现在有500多的人 然后在八个州都有百能使 那我本身呢 是做税务的 尤其是 就是当然就包括了 这个个人及公司的 各式各样的税务 那这个AI呢 其实这种AI的东西 或者一些新产品呢 在这个financial 或者这个 而且是快技师 因为快技师是一个 非常highly regular的行业 所以这个变化呢 其实是慢慢的 不过呢 我有看到的就是 第一个 你如果有客户 有一个财务报告 对吧 那你要做分析 那AI基本上呢 就花了一分钟 全部的分析报告 就 几十页的分析报告 就出来了 再来我们做税务的人呢 譬如说 我们这个 年中的时候 对吧 要有这个W2啊 什么这些 可能有些东西 还是 Fore language 对吧 外国语 文字 那现在呢 它就是有一种掃描 它就是把那个 W2的1099 不管是什么样的 这个 这个表格呢 它就能够掃描 它就可以直接进入到 你的这个 这个软件 就是做税务的软件 所以我觉得 这些都是一个很大变化 那还有在做审计呢 譬如说 以前要去审计 你要去审计 这个 这家公司有多少头牛 那种办 你还得去数牛 对吧 现在就是无人机 就飞过去了 一下那些数据 马上就出来了 所以这些东西呢 当然我们还要继续 看到你的变化 可能还要相信 你这种方向 在不同 各种各式样的这个方面 都会对我们的科技 实事务所呢 会有很大的影响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很高兴接受 财政智库 今年非常特别的一个节目 来采访我们 谈一谈AI 对我所带的行业的一些 变化和一些影响 那首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鱼鹰Forest 那我在范语集团 范语集团在滨加州那边下属的 这边的agency 那我是经纪人 在这边做理财 收集帮帮帮面面的一些服务的工作 那在AI对于 对于financial advising这个领域 在产品定制 在产品设计和推广研发 这块肯定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但是表面上 从我们现在的工作状态来说 现在还没有发生什么翻顶覆地的一个变化 但是我们知道在保险公司 我们公司代表大概45家到50家 一线的售品公司 这个公司范语集团 大家从youtube上也看到铺垫在地的一些推广的广告 它在全美30个州都有一些代表处 有一些分公司 那我们在北加州来说 就是有这些所连接的这些四五十家官公司里面 从他们的反应来看 那AI在他们的产品设计上 从产品研发上 是已经开始一些优化 有一些整合 然后有一些快速的一些进展 那另外AI在 其实我想多谈一点就是说 电脑技术 电脑技术在1980年代 对于整个受险行业 整个保险行业的影响是翻顶覆地 从你就可以看到受险的迭代 一开始我们全世界都有的一些term insurance 后来进入whole life 那whole life以赖就是人工精算师的一些精算 当八十年代以后 这个电脑业开始发展的时候 那就是电脑的一些精算和快速的一些布局 包括风险分析这块就已经影响很大 所以在美国这边是电脑也非常发达 电AI也是非常走得非常快 所以在保险业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在美国有六代的受险 那其他的国家比如加拿大比如澳大利亚 它可能只有三代 像中国也只有到第五代这样 那所以在美国这边是肯定会影响很大 OK 谢谢大家 好 大家好 真的非常荣幸可以参加这个财经智库的年会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陈 叫做世兰 那我是一名律师 那我主要的业务是在遗产规划方面 那遗产规划呢 最着重的当然是planning的部分 那当然人走了以后有关的probate 或者是说这个trust administration呢 我也会做 不过我目前的focus还是在planning 所以因此呢 我也是做非常多的社区讲座 跟这个社区的人推广这个要事先规划的必要性 那因为我本身呢也是台湾的职业律师 所以其实我还蛮多主力客户呢 都是这个有点跨国背景的 那我想今天的主题 有关AI对这个律师行业的影响 其实在trust gpt 出来以前呢 我大概十年前 开始有很多软体 甚至新创 maybe是因为律师的收费 不是这样透明 就已经非常多人用这种网路文件的方式 希望可以取代律师行业 可是十年过去了 它依旧是无法被取代的 那近年在trust gpt 发展之前呢 其实我想很多网路上的 这个制作legal document的网站 非常有名的Rocky Lawyer 或者是legal zone 其实也早就都存在了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说 因为trust gpt 的出现 对我本身这个行业 有什么巨大翻天的影响 并没有 那我想先说明 因为我想我们 我的业务也分planning端 那后端就是你要走入诉讼的probate 甚至你不走probate 你的信托也要administration 我分这两个面向 我想先讲这个planning的部分 绝对会越来越多人用网上文件的 那是会造成后端非常非常多的混乱 其实大家要想想说 你做这个planning的目的是什么 你最终目的是要保护家人 保护资产的话 你如果做的时候 你不会去思考说 你后端会不会非常难以执行 因为其实在planning前端 你喜欢天花乱坠的想法 我们都可以写只要不违法 但是实际执行上 是不是会造成这样多的混乱 或者说更多的金钱去verify呢 所以这个是大家想要利用 确gpt之前需要思考的 那当然现在也许大家也听过一个新闻 就是像德州的法庭的法官 已经开始禁止说 不管谁都不能用AI身份的文件 主要就是说这个AI身份的文件 虽然表面如果你不是律师 你会觉得看起来好像跟律师写的一模一样 实际上你去verify里面 因为我想律师的citation 就是引用什么判决是非常重要的 他常常魔鬼藏在细节里 错误的就是这些citation 所以这个在法庭上造成 非常非常多的困扰 所以就有些法官就明文禁止了 所以我想我会回归到最初心 就是说planning的端 如果有人真的想用简电快速的方法 你就需要去思考一下说 这个是不是真正的能够 可以做这个based serve your family your assets 这样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瑶瑶 最近大家叫我瑶瑶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呢 我做了很多跟教育相关的产业 那我自己本身呢 是在从事文创方面的 那做什么呢 做内容 内容 就比如说我制作一张专辑 我是唱片制作人 这是一个我的内容 我可以设计一套影唱会 我可以设计一套课程 我设计一个影片 或是我最近在做杂志 那这些内容呢 其实AI的出现呢 就帮了我很大的忙 为什么呢 因为收集资料啊 然后在节省非常多时间 那大家说 那瑶瑶你会不会怕这个AI 你看他一分钟就写好一首歌了 那我们这个还 音乐人还有饭吃嘛 目前呢 我们看到是确实这个AI非常快 你给他一个主题 你给他一个方向的 马上歌词写出来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这首歌呢 是要有灵魂的 那真的能够感动人的话呢 那我觉得AI 目前还没办法 能够到达这种程度 那这个就是在 我们收集一些资料 就是非常好用 我们善用的话 比如说我们要来经营 社交媒体 那我们可能需要很多大量的 有图文 这个影片 那其实在影片的制作上面的 那AI也是帮了非常多的嘛 就 这个 时间呢 就比以前节省的非常多 那再来就是说 在教育上面呢 我觉得这个运用也是 非常的 人性化 那就像我最近 有在做一个教育平台 它其实是一个教英文 那专门针对呢 在台湾五到九年级的小朋友啊 要帮助他们能够英文能够考好 那所以不只是我在这个 杂志里面的内容 或是我每天 有一个带状 礼拜一到礼拜五的podcast的节目 那我们累积了这么多内容以后呢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学习平台 这学习平台一进来呢 有同学们考一个placement test 马上AI知识到你的程度呢 它在哪里 然后就可以帮你量身定做你的课程 如果你文法差一点 他就告诉你 你现在文法要加强了 你听力差一点 他告诉你听力要怎么样 那你就按着这个去做的时候呢 哇 他还可以帮你怎么 来评分 这个评分就是评比 你知道这个没办法 因为教育制度呢 就必须是要能够 在所有人的这个排名中 你要排到前面嘛 越前面的学校越好 所以当大家在做的时候呢 他可以随时告诉你 这个如果你想要进 我们这个台湾最有名的高中 叫建宗 美英女 那你现在可能成绩还差了 大概百分之多少 你要在什么地方努力 那我认为这个AI在这方面的运用呢 是我觉得 哇 这个以前如果我们在考试 是有这个技术的话 那就容易多了 对 好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Victor 我是一名保险经纪人 那么我们公司呢 叫Perfect Life 是一家全面向全美 这个保险经纪人的一个公司 最主要的是呢 给大家呢 这个提供人寿保险 还有养老年金 还有长期护理 这些方面的这个最佳的方案 尤其是最近的话 加州还有其他14个州呢 都在抄抄着要这个 这个有这个长期护理工资税的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有什么疑问 也可以和我们一起联系 谈到AI这个的话呢 因为我在这个internet方面的话呢 也是追踪的很久很久啊 自从1994年有internet的商业化 那我们这个主导行业呢 一直的话都是跟踪下来的啊 我们这个一开始我带的公司呢 就是在中国做这个 全国的这个internet这个行业的 所以对于这个高技术啊 AI的发展我也是比较关注 那就这个AI对于保险行业的这个影响的话呢 应该说在很多的问题上 包括这个process啊 还有这个marketing啊 这些方面的话 都会将来都会有一些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是呢就保险行业 这里边的话 它也是一个high regulated industry 那么虽然说在process上面的话 有可能比我们这些个保险经纪人 在process上面的话都可能会有一些个优势 但是呢我想 这个的话保险经纪人不用太担心 这里面最主要的是一个法律的关口 因为我们作为保险经纪这一块的话 是所有的这些保险产品前沿的一个就是一个 抬头兵吧 就是真正是打仗的 而且是涉及到一些个个性化呀 深度交流啊 还有这个包括对于保险里面这个liability上面的承担啊 都负有这个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在这一方面的话呢 AI在目前情况之下还是不能够这个完全取代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还可以比较放心 那还是有一个比较长时期的这个时间的话呢 如果AI能够完全取代取代我们这些个保险经纪的话 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尤其是在legal上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么在其他方面的话呢 我们也经常会说 目前的话在推广方面的话 AI确实有很多的方案 包括automation呢 还有我们做视频呢 还有文案的生成这方面 那我们都可以说呢 就目前来讲 我们都是其余于AI的不少的这个这个意图 我们也利用这些个AI的话呢 确实有做到很好的应用 也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谢谢 哇今天听了有那么多有关AI的讯息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点叫AI overload AI爆炸 我们的目的绝对不是说让你啊 以后这个听AI谈AI变色 或者是对AI越听越糊涂 越听越心生恐惧 而是要让你知道 AI所带来的浪潮第一是不可避免的 这件事情绝对会发生 但第二呢 如果你能够做好最好的准备 不管是你个人的职业生涯 还是你的财务规划上面的话 我想这一方面财经智库就可以帮助你 请你继续关注财经智库的频道 感谢今天每一位来参加的Advisor 以及志多新 也请你继续的点赞订阅转发我们的影片 谢谢你 商机助付你